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不唱了 张老板说您怎么回事这是 不说好了吗 给汉尘成家之后就不走了 不走了 现如今又出事了啊 一大高个儿一姑娘输一大辫子 每天跟剧场这堵着汉尘这事怎么办 你出主意吧 哎呀老娘啊 我能出什么主意 只要您不走 您说说什么来 我完全答应 老太太想了想 我说广顺啊 我们是作义的 走到哪儿就是卖这身能力 在天津唱红了这是好事 我干嘛要走 我不愿意走 可有一样 要是在这儿不安生 不走又不行 你既然留我们 我有三个条件 你必须得答应 哎呀老太太 慢说三个啊 三十个三百个都答应 您说吧 只要留汉尘不走 好 第一 你给汉尘配一达一辆专车 你给汉尘配一辆专车 能做到吗 能 您管了啊 这事交给我 一会就来 我去办 好 第二 配保镖 能做到吗 您说吧 老太太啊 要多少个 要四个 我给他来四十个 好吗 您放心 保证他掉一根头发 我立根起肝 好 第三 刘汉晨在天津唱戏 不应酬任何人 不管你是什么人来请 我们一概不应酬 只唱戏 你能做到吗 您放心 有这个 我挡着 只要他不走 说的都挺好 老太太乐了 好 这三个条件答应了 我还有一个小要求 您说 只要我能做得到 戏园子门口 贴张告示 留辫子的 不让进 老太太 要不您宰了我这了 啊 这给我管得了人家吗 咱不能光卖和尚啊 是不是 爱看戏的兔子能有多少 那我不管 啊 就是那个人 他刚才说了 大个儿留一大辫子 这姑娘来了 不让心 哎呀 要了我的命了 行 你们管了 我安排去吧 转身回来 说弄一车呀 简单啊 安排好了 又找四十个保镖 你想啊 这赵广顺呢 干戏园子的 过去来说 开宝局啊 赌场啊 开戏院 开戏园子的 都有点背景 手底下没人不行 啊 找了四十个流氓 一个个儿穿着 轰轰轰轰的 手里拿着棍子啊 跟着刘汉成 这都好办啊 关键是 不让大辫子 进戏园子 这说不过去 想了两天 赵广顺想一主意 天津有一位黑社会的头号人物 袁三爷 就是袁文汇 来到这儿 送礼 说事儿 最后袁文汇也出一主意 打日本宪兵队 借了俩日本兵 扛着枪 站在戏园子门口 这儿出一个布告 日本宪兵队布告 刘辫子有伤风化 严禁看戏 老百姓多少骂街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信说这日本人也太没溜了啊 刘辫子都不让看戏啊 打着其仇恨日本人啊 这是题外话 赞切不标 好些人呢 也不跟他置气 再一个过去来说 说真正大公的小媳妇看戏的 尽归也是少数 金凤卿啊 好几天没来了 为什么呀 写了那封信之后 不知道刘汉辰家里会怎么样 也后悔 说真因为我这个人家 打起来动了手也不合适 可是不给这封信 自己心里难受 沉了好几天 得了 事儿不管怎么说 戏我是还要看的啊 喊过自己的 随身的这老妈子来 准备衣服啊 书头换衣服换鞋 咱们出去看戏去 一琢磨 说往常每天呢 我都是穿旗袍烫头 可是我嫁给处于铺之前 我的刀饰是学派风格 像个念书的 咱们这样吧 被书头师傅喊来 书个辫子 我做学生打扮 我估计他瞧见我呀 就爱看我了 刀饰漂不良点 干个尖尖能一大辫子 老妈跟着 来到门口一瞧 一瞧这告示 把金凤青剃的呀 呵 太缺德了啊 他怎么知道 我今儿梳辫子了 不让进拉倒 站在门口生气 又打旁边 高三盔过来了 怎么呢 高三盔饿了 出去买东西 正碰见他 一下堵上 你别走 哎呦 您瞧 跟这碰进去了 您怎么着 您看戏呀 不是不让看吗 啊 是 您这是看见告示的 些刘子辫子呀 啊 别废话 别废话 到底怎么回事 奶奶 你是我亲奶奶 你别挤着我了 我真没辙了 啊 哎呦 您说 您您别别别 别要了我的命 哎 见刘汉辰一面 实在是太难了 哎 你身上有没有刘汉辰的照片啊 你给我要一张 要这个吗 嗨 我估计以后看戏也不容易了 给我一张照片拿在身边 什么时候想他 什么时候看他 以后我也未必出来看戏来了 哦 那感觉 我这还正好有一张 为什么呢 头天上午啊 报社的来了 要做广告宣传 汉辰有一张照片 搁到高三骨身上了 拿出来了 你瞧见了吗 这张照片整合适 而且是变装啊 看看吧 接过照片一瞧 小伙子这精神呢 金凤青叹了口气 得了 我这后半辈啊 就指着这张照片活着了 把照片搁到包里边 带着老妈子转身走了 高三骨一头冷汗 谢天谢地啊 啊 打这起 如果说他不来了 这可是太好了啊 无动积德 我这场事 算是过去了 挺好 打这起 一连一个月 金凤青 没有到汽园子来 后台也觉得 平安无事 出了进去 四十多保镖跟着 啊 跟着汽车跑 啊 刘汉辰坐在车里边 前半二十人 后半二十人 啊 跟着车跑 老百姓都纳闷 这什么意思这是 啊 这怎么回事 这车前后都是人呐 前面这二十个 要五喝六的 得喊 躲个躲个躲个 躲 那边这 唱戏都过来了 啊 老百姓也纳闷 唱戏的这么大事 啊 你瞧前面这帮人 拧着眉 瞪着眼 也不敢说 都往边上躲 躲个躲 没看见吗 坐过来了 谁的摊啊 往这不躲 谁的车 爆房去 啊 谁的孩子哭呢 赛哥 啊 说这意思啊 暗沉心里挺不老人的 一个唱戏子出来 到了扰民的地步了 那么简短截说呀 过了很长时间 金凤青也没来看戏 这天后台来的人了 说我啊 是这个星期六晚报的 当时在天津来说 大小的报馆林立 星期六晚报是其中的一根 专门登点这个八卦新闻呢 花边新闻呢 普风捉影吧 啊 这个演员 谁谁谁啊 跟哪个大军洒跑了 哪个名演员 怎么那么着了 都登点这 啊 很厉害 说我们来了 我们采访一下刘老板 那个准备给您出一特刊 您在天津越来越火 汉陈说这好事啊 旁边呢 赵广顺也说 这是好事啊 您什么 约个时间吧 这记者说这样吧 今天明天不成了 后天 后天我看您的戏啊 比较轻一点 下午没有 晚上有您的戏 咱们约后天的上午 上午十点钟 国民饭店 二零三房间 我们在那等着您 好不好 好嘞 回来之后 我跟老太太一说说 后天有这么一事 啊 这不是应酬啊 就是记者采访 宣传一下 老太太太明白了 去吧 嗯 这不到紧的 到那说话留神啊 记者都厉害这呢啊 好吧 都说完了 顶了这天 早晨起来 练完了早工 洗脸漱口 吃完了东西 有车 把刘老板 把刘老板送到了 国民饭店 来到国民饭店 请不吓人家 吃饭店 来到来 吃饭店 来到来 吃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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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